我們大廳見啦 這個比較輕的等一下 那個藍色大香重的先上去 遇到這樣的疫情 比較大的壓力 的確是時間的緊迫性 有可能是半夜會接到電話 也有可能前一分鐘 跟您就是跟我們宣布說 有這樣一個疫情 那可能希望一個小時之內 要完成社戰的動作 疫情當前分秒必爭 陳軍柏帶著社區醫療部 這一群娘子軍衝鋒獻症 你們主任是什麼樣一個人 就拼命三郎 先衝 對 所以他只要一聲號令 我們就全部一起上了 很衝 做事很衝的人 然後什麼事情 都是第一個行動力很強的人 非常好 真的 評價很高 主任 我覺得你是一個被女人牽到我的人 都是男生 你沒看到每個人的 都很粗嗎 這被你訓練出來的吧 都被我們操翻了 疫情兩年了 天天繃緊神經 今天打摩托牌 對 今天打國中疫苗一樣 對 我們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這邊教育處會先審核身分 勇於承擔 然後縮小自己 他就是這樣的特質 有問題 有事情 有業務過來 他就是 OK 我們來處理 那處理完 跟很多單位的協調 然後趕快把這樣的很重要的工作完成 你叫他臨時 兩天請跟他說我兩天後要設站 馬上一批人 而且是非常專業的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畢業 來到大陵慈苑18年 發揮所長 當年他是慈濟大學第一屆慈青社創社會員之一 一路走來沒有忘記初衷 在參加慈青社的過程當中 其實跟我們公共衛生所學其實還蠻相關的 因為公共衛生本身就是希望走入人群 然後去觀照這個社會 家人的支持同樣是他堅持的動力 他也是都會回來吃飯 有時候會七八點過後這樣 一直以來就是其實在公衛也是他的專業 我們也以他為榮 去年疫情比較趨緩 硬而戰 他們也都會去幫忙 讓他們去感受到不一樣的一個生活 就是說不是只是在開快樂在玩玩具 或是說在這樣一個讀書這樣子而已 還是要能夠去看到社會的一些暗角 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等一下穿上去就拔不起來了 最後我們就是手套把它穿起來 這次是COVID-19 然後裡面有病毒還有醫護人員 他在想要怎麼消滅病毒 用酒精對抗病毒 拜拜 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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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